大专籃球联赛 今天继续在星期天 在镇大雄鹰体育馆来进行 那么来到了下午的第三场比赛 将要由台湾师大出战台北商大 而经由FOX流台官网 另外还有SSUTV以及YouTube频道 您都可以欣赏到我们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的服务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是属于预赛的部分 那么我想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正好你也跟我们身旁的球评 科教练一起播到 是 那么在台北商大部分 今天的先发五人包括了 廖根豪 陈冠都 汤上 还有黄介诚以及林奇恩 而至于台湾师大呢 则是简家伟 陈又伟 另外还有苏世轩 许静恩 以及荣一生 当然荣一生呢 他的身高超过 做一个后场的组织 当然我想就教练的角度来看 其实球场上面1到5号的这个选手 要养成都是 也不能这么讲 也不能这么讲 对 因为呢 只是说1号你必须要是跟教练 做最多沟通的一个点 突破 结果最后 趟上放偏了 再带进去来一个抛头得分 哦 这个球师大 哦 几次的传导球之后 个人的单打得分 让他舍近球员 对 荣一生 破得很好 inside out 三球之后投进了个三分 没有一个中锋的 防的球员已经来了 然后自己的队友又少于呼应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团队上面都需要几个 没有 就是刚刚一生他拿到球 被包夹所谓的double 他要如何在这场球上减少自己的失误 我觉得这是他的功课 这边又是个三分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牵制的作用 没错 因为我也不需要帮 我们说的 终于看到有一点点小进账 对 三分的投射上面有五成的命中率 要小心了 没错 然后 他两次罚球都罚紧了 本季他的罚球命中率是五成七一 果然又来了一个三分球 好球 好球 师大这边就是除了一开始的三分 到现在其实就只有五分而已 对 观众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在整个师大在于防守上面呢 除了刚刚这颗球这样子进攻的以外 其实在防守上面 天赛要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随性 哇哦 nice 黄剑志他体能也是非常好 来自于南山高中的球员 所以要讲说 每次他要罚球的时候 上一个罚球的时候呢 哇哦 这一个 到手到位 右背之后呢 其实他们已经只有三 等于只有三成的命中率 对 才说完马上再回来之后 那北上这边是来高于三二的区域防守 结果呢被黄鸿玉在第三节连续投进了两个三分 我觉得应该是高水准或是超水准的一个表现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状态 没错 三分外线出手 这次偏了 但是进攻篮板 被黄鸿玉 他在第三节 我得分得了很多啊 可是他为什么我还是负分呢 因为你守的人 你让你守不高 但是我相信在于明天论里面的 教练的指示 其实他们在三分线的 投射的次数还是很多 对 你都会觉得 他的分数都默默的加上来 对 哎呀算了一锅 球在廖根好手上 好球 白色球衣的台北香大手上 林奇恩三分外线 然后就出手 这个球 好球 但是廖根好在篮下 再度补进两分 没错 就是 我觉得 刚刚 贯都做得很好 就是 减少带球 你看冷面杀手又来了 又来了 哇哦 他其实很想要丢球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林奇恩中距离跳投 好球 很标准的一个动作 前所说的一样 我想知道 我的球队当中 可不可以摆出第二套好的阵容 成冠度的上篮 有了 这一次就要到 终于到位 啊 他也是 一个很 球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对 好球 林奇恩再度拿分 一节的啊 所谓的17比7的一个阵容 对 收球之后 哇 这个球完全是体能的展现 没错 许建恩见球 走了一个三角走位 对 对 不错 刚刚 对方得了双坡 他刚刚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 10分6篮板 哇 这没办法对 像这种球 就不要轻易再去打哦 嗯 再来一个转身 右边其实 他想要3分 对 想要3分 今天啊 在球场上的 教练派出来的这些 球员哦 他们在于自己 选择性的出手上 是不是要去做一些调整 身高没有地方 两个打一个的快攻机会 汤上 再交给成冠度的好球 这次走左边了 嗯 这个这样子的阵容哦 就是说上次 在对上他们的时候 在转播上 反而我觉得汤上 上 上场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哦 保护好 这两个空球 冷面杀手又来了 耶 放进2分 对 真的是得分最高的啊 而且刚刚 藏大哥也有提到 他已经双十了 是不是 有机会挑战 自从第一节之后 简佳伟又投进了个三分球 漂亮的挑篮得分 陈冠都 所以我觉得现在 台北商大其实他们士气是蛮高的 但是连续在一个右边一个左边 连续两季三分球 nice 苏志轩这次把这两分给补进了 上面他们其实今天是 做的我觉得是很到位了 是 那么在台北商大部分呢 就 前面已经输掉了九场比赛 今天输掉的是目前十连败 而也非常感兴趣 zeg 现在点准备 的 位置 嗯 好 一 好 感谢观看